是不是? 都說了你,又忘記加S 都說是WIFES WIFES 多一個就加S 以前讀書的時候,老師一定會教我們中數之後 就要加一個S 只不過大家有沒有學過這個S又如何讀出來呢?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這個S的幾種讀法 首先我們要知道字尾的副音consonance 大約分為兩類 一類就是所謂的震聲帶音,譬如說 V D G 等等 另外一類就是不需要震聲帶的,譬如說 F T K S這個字母就可以分別讀成S 或者Z 取決於之前的音 例如帳幕TENT TENT 字尾那個T 是一個不需要震動聲帶的音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比較配合它的S音 讀成TENT TENT 又例如說手袋我們叫Handbag Handbag 它的字尾是一個G音,即是一個震聲帶的音 所以為了配合它,我們的S就會讀成Z音 變成Handbag Handbag 中數S的讀音是要和字尾的Voicing是保持一致的 在語音學上我們叫做Voicing Agreement Voicing Agreement 另外有一種情況比較特別的分別就是S Z SH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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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幾個音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聽起來比較吵吵的 語音學上我們統稱它為Sibilant Sibilant 那條Rule就是Sibilant之間是不可以相撞的 Sibilant之間是不可以相撞的 例如Orange的字尾是J J 它是一個震聲帶的音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直接加個Z Z 給它就OK了 但因為字尾的J和Z都是屬於Sibilant 所以不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在兩個音中間就塞一個叫做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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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